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天 分享日常會做到 令我自己心情變得好一點 令我個人有更多能力 和變得正面一點的心得 其實這類型的影片 我以前不開心的時候 都會在Youtube搜尋 可以從一個不開心的狀態 恢復正常 我自己看這麼多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拍一條 借著今天是星期一 我剛剛才下班 其實這影片昨天已經想拍了 但昨天星期日正正是 我每星期的一個日子 我都什麼都沒有做 就留在今天才拍 始終我都沒有拍過這類型的影片 我也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平時的聊天影片 我都可能留在VLOG 或者GET READY WITH ME 很少真的這麼正式坐在那裡 所以我自己都有點緊張 但試一下吧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些聊天影片 或者談心 或者分享一下我生活上 多少少細節的這類型影片 你們有看完可以留言 我都不說了 立即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什麼方式 在日常生活上 可以令到自己個人 在一個很差的狀態 進回正常的狀態 考慮和回顧自己 首先第一項 可能你都會覺得很行的 十條有九條 要你怎樣令到自己的人生 變得更好的影片 都會跟你說你的環境 是跟你的心態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這些影片這樣說得是有原因的 因為是真的 老實說我自己不算一個特別整齊的人 不過如果我家的狀態很凌亂的時候 我的生活都會變得好沒秩序 常常你都知道我喜歡香味的人 盡量在家裡某些角落 就放些香薰 又或者放些蠟燭 令到整個環境感到舒服和舒適 當你在這裡收拾房子的時候 某程度上會感覺 我正在收拾我的環境 我住的地方 而已經是你第一步 可以收拾你自己個人生活的秩序 特別是我上班這半年 我的生活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說的秩序不是我早上一定要7點起床 8點做什麼 9點出門口 是當你開始計劃你每天做什麼 譬如我現在1至4 我是不會外出吃飯的 我一定會回家陪我一隻狗 或者一定要回家自己煮飯 或者去健身 當你設定好 例如星期二去健身 星期四去健身 星期六去游泳 這樣的秩序的生活 其實會令你的人更加充實 更加有奮鬥的精神 那些人經常說 你有一個時間 好像沒有時間 但當你有一個很穩定的時間 才更加懂得可以充足時間 給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當我們人越大 你會覺得時間越來越不夠用 所以有一個整理的 routine 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最重要的選擇 就是做好你的護膚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護膚達人 根本上我不會出去做化妝 因為我堅持覺得我在家 如果夠勤勵 了解自己的肌膚 做好清潔 做好保濕 做好我需要皮膚 要的東西 我給它的時候 其實省很多錢 不用出去做化妝 而我覺得皮膚治 這件事根本上 不只是每個星期日 或者每個星期日 才去重新的一件事 而是你每天都要做好的一步 我自己早晚 就算有多累也好 我都一定一定會落妝 一定會塗好我全套的護膚 一向都是會每天用不同的護膚 產品 早上或者晚上都有機會不同 但是我對上這兩個星期 每天都做香港珠寶展的時候 真的沒有那麼多心機和精力 所以我最近都只用同一個品牌 同一個系列的產品 去用足這兩個星期 有這個後的最新出Royal Regina 主要成分是Royal Iris Absolute 以及Royal Amino Repair 適合不同類型的肌膚 柔性、乾性、敏感性、年輕肌 都適用 Royal Iris Absolute 主要是由Iris 於美花攝取而成 而Iris是Skin Care常見的成分 主要功效是抗老和修復 這次Royal Regina的系列 就選了這麼珍貴的成分 調配了獨家配方 做到抗氧和調節肌膚 新陳代謝的功效 令肌膚保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Royal Amino Repair 主要是由兩種最有效的 胺基酸研發而成 有助鞏固肌膚屏障 令肌膚看起來更健康 除了這兩個主要成分 亦加入粉牌傳統的韓芳成分 今次的配方是由五百多種藥材中挑選而成 主要是用了十種珍貴的藥材濃縮 有效做到舒緩肌膚 和增加膠原蛋白合成功效 令肌膚飽滿有彈性 這個系列有三件產品 基底精華加入了精油的配方 令質地輕盈水潤同時 亦有油份滋潤 可以即時做到最基本的水油平衡 有淡淡的花香味 所以塗上面是非常舒服的 第二步就是塗它的能量助活精華 這支精華賣點就是一支 可以完全幫你的肌膚充足電 它有五大護膚功效 可以做到保濕、抗氧化、舒緩、修復 同時令肌膚回復緊致彈性 它的質地跟平時一般的精華不同 它是比較絲油 上面的感覺是非常舒服、很放鬆的 最後第三步就是塗面霜、鎖住所擦的東西 含有維他命E、軟木果油和白瓷花籽油 有助撫平所有細紋 令皮膚狀態看起來光滑、有彈性 它的質地都是比較柔滑 很容易推開、很容易吸收 我自己用到這個霜霜都會配合按摩手法 特別是在V字的位置、臉部、提拉的位置、額頭的位置 用它這個霜霜再加按摩手法 令所有東西更加吸收之餘 我明顯感覺到那一陣子的皮膚狀態非常好 所以我早前真的很忙 我真的完全不想做護膚 但我知道我都一定要保持護膚的情況下 我真的只是在用整個系列的產品 去保持我自己肌膚的狀態 我喜歡用它的位置是因為它比較輕盈 早前香港的天氣是反覆得很厲害 一時熱、一時冷、濕度是過100% 而我一向用的護膚品都比較稠、厚重 我覺得它的質地和功效都非常適合香港的天氣 老實說我除了喜歡它的質地和成分之外 它的價錢真的是CP值非常之高 以一些礦氧、修復和可以增加膠原蛋白 這類型的護膚品其實平時都比較貴 而這類型的產品是超級的 價格是完全適合的 所以我這次的影片想借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了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我真的感覺到和看得出自己的皮膚 由第一至今天的改變是有不同的 沒有那麼暗沉 我的水油平衡做得剛剛好 不會長暗粒 我的毛孔位置都比較修小了 上妝貼服 晚上的時候我擦完 第二天我都不會感覺很乾 滋潤度和保濕度都是剛剛好 其實也很久沒試過推介一個系列的護膚品 而我就問了他們拿了一個公開 分別可以在他們官網 又或者在門店裡 而我的公開 買任何他們這系列的產品 都會有一些禮品送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 或者轉身的護膚品的話 不妨可以看看這個系列的產品 第三樣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令到自己身體的人 比較可以排毒的一件事 就是喝這個忌廉飲品 忌廉飲品 你們經常聽我說 我以前講過很多不同的抗糖 又或者講過很多抗糖的產品 但今天這個我完全沒有跟你們說過 就是一個蔬菜飲品 這個蔬菜飲品 其實我是逢星期日都會喝的 我會當是一個午餐的Detox 在上班之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說過 你們看得出我肥了很多 可能你們看得出之後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我的玻璃心可能接受不到 所以你們還是不要跟我說 但事實上我真的肥了很多 而我不知為何我上班 經常坐在腰部位置 而且很少會動動 我又會早五晚都吃 所以現在盡量把一餐 剪掉去喝蔬菜飲品 一向我是一個很增值菜的人 所以所有蔬菜飲品 都覺得很難喝 直至我找到這個奇異果味 很方便加水 然後混合它 就可以直接喝 如果你想以一個代餐的方式 去吃都可以 放涼15分鐘 就變成啫喱 所以飽肚感是豐富很多的 星期日或者六 如果我那天不外出的話 我盡量都會 Fasting Fast 16個小時 我知道16、8是一種很普遍的 健康方法 但在我身上都比較難 因為我吃東西真的很不定時 所以我每個週間都會 盡量抽一天 有一餐至兩餐 只喝東西 不吃東西 而晚上的時候 可能會煮一些比較清潔的食物 令到我一個星期起碼有一天 是比較健健康康 以前的我不會覺得你吃什麼 會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我也會覺得 好吃不可以 但人越大 你真的更加需要自己的身體 吃東西其實會影響到你 會不會病 皮膚會不會差 你的狀態好不好 我最明顯的是 如果我吃太多甜食 那一陣子 我的心情是起伏很厲害的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所以我最近都盡量在割甜食 唐真的很容易令到人老化 特別在這些位置 我已經吃多了很多甜食 之前去日本 所以這些位置會鬆弛 人會透露暗沉 又會黃 糖是真的非常之差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儘量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 真的會令到你整個人感覺軟 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醉 當你一個人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醉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沒有那麼累 你沒有那麼累的時候 都會更加有精力去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第三個 提示就是 除了你們要護膚 搞定臉外 你的身體和頭髮都是非常之重要 身體和你的頭髮 其實是更加顯得 你個人有沒有氣質的一個重點 所以每個時間 怎樣都會有一天 一定會敷髮膜 一定會做身體的磨砂 還有我之前也說過 我盡量每晚睡覺 或者洗完澡之後 都會用這個身體濾 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很懶 真的很討厭塗身體濾的話 我教你們一個急救的方式 我當時在杜拜的時候 我的皮膚很乾 做按摩 按摩的人都感覺到我皮膚很乾 因為他幫我按精油的時候 是馬上吸收了 是用了兩支 想想到我有多乾 所以他就教我就說 如果你平時不喜歡塗身體濾的話 買一支身體濾 只需要一個星期 每天洗完澡之後 當你的身體還有少少濕的時候 將身體濾上身體 比較厚一點 用濕的毛巾抹走 有它那層油留在肌膚表層 然後你的很乾很乾的肌膚 就會自然慢慢吸收這些精油 你持續做一個星期 就已經可以還原到皮膚很好的狀態 那時候我就真的 買了一支愛藥 我做了一個星期 身體乾到會癢 完全沒有了 皮膚是軟了 而且你摸到有水潤感 像一個年輕的肌膚 一句做一次 或者兩句做一次 偶爾做一次 偶爾做一次 真的會令你的皮膚好像急救 頭髮這些 我還是經常被我的髮型師 罵我不去做療程 我自己喜歡把髮膜 轉為護髮素 我不會特地去買護髮素 我每次用沙漿洗完頭 我會直接用這個髮膜 用來當護髮素 不需要每天都用到很貴的護髮膜 去當護髮素 有些比較便宜的 其實也有效 所以我肯去塗 一兩分鐘 已經夠了 好過你真的只用護髮素 然後洗頭水 連髮尾油都不塗 頭髮真的 如果你都是像我這樣 染得多 又或者是漂得多 更加需要養好自己的頭髮 就算我覺得你沒有染 或者沒有搞那麼多東西 你始終吹頭 又或者曬 你的年紀增長 髮質其實會變差 也會新陳代謝 總之是需要修護的 你肯定將你的面部皮膚做修護的時候 你的身體和你的頭髮都要好好照顧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當你感覺自信 當你感覺自己漂亮 髮質也好 皮膚也好 什麼都好的時候 你這個人不會經常處於這麼低層的狀態 所以好好照顧好自己 甚至你的外在和你的內在都要照顧好 這樣的話 做人才會開心 還有更加有動力每天去做好自己 最後兩個提示 我開始覺得自己愈招呼 我真的希望這段影片不會被人罵 最後一個提示 你也知道我不是一個打機 也不是一個看Netflix的人 但我是一個很喜歡做運動 也很喜歡看書 也很喜歡煮東西吃的人 有自己一個 hobby 是非常之重要 我覺得這個 hobby 是一些外界和自己的 connection 這個 hobby 會令你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享受自己 單獨的時候 還有 就算如果你真的沒有一個 hobby 也好 你也要建立一個 bond 跟一樣你覺得值得 你喜歡投資時間下去的一件事 這件事不可以是你的男朋友 不可以是你的partner 可以是你的家人 可以是你的寵物 可以是你自己 我的投資就是在我自己身上 因為我會喜歡吃東西吃 看書 真的做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自己的 hobby 你可以不妨真的和你家人 和你一樣愛 特別是你的寵物 如果你有寵物的話 因為你的寵物 特別是你的狗 其實牠只有你 牠對你的愛很不適合 就像我們家人對我們的愛很不適合 我明白 可能每個人的家人都有這麼大愛 或者跟自己的家人關係這麼好 但始終他們都是你的家人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 bond 好像有一個寄託 令到你的人生不會覺得 好像萬無目的 不知道做什麼 或者你可以試一下寫日記 寫日記 寫日記是一個我很好去了解自己 去和自己相處的一段時間 我雖然不是一個日日寫日記的人 但我不開心 或者感覺很頹目的時候 我會寫日記 寫一些負面的情緒出來 因為負面是需要釋放的 如果你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和你聊 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活動去發誓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寫出來 當你發誓出來 寫出來會更加了解自己 為什麼有這些負面情緒 為什麼我這麼累 為什麼我這麼頹目 為什麼我這麼頹目 為什麼我這麼不開心 有一個awareness 了解自己這個情緒哪裡來 都明白到這個情緒來完 其實是會走 它不會真的留在那裡 保持著 令到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的那個位置 是被那個情緒影響著 但其實可以棄走它 你可以釋放它 之後就進入一個好的情緒回來 繼續正常如常或者更好的生活 是對你自己的 mental health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練習 最後一項 應該是最好的一項 就是要睡覺 我不可以再提醒睡覺 是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每個人跟我一樣 一不開心 一有壓力 總之不如意 就要睡覺 我是那些一睡覺睡醒就沒事 變成另一個人的人 特別是我不開心的時候 失戀 又或者 跟家人吵架 總之有煩惱的時候 我不是選擇逃避 我只不過是覺得 那一刻的情緒 令到個人很累 我睡醒的話 我就有這個精力 我好像充電一樣 我就可以有這個精力 去處理這些不愉快的事 完忙了一段時間 我會有自己 真的拿全天來睡覺 有那麼多 睡那麼多 雖然有時候睡到 個人會覺得越來越累 但是其實 你睡夠了之後 你某程度上會覺得 睡飽了 不可以再睡了 就好像你覺得 你腿了一個位置 我不可以再這樣 我要醒了 我要起床了 而這個是你自己叫醒自己的方法 某程度上是一個醒醒 去跟自己說 你要起床了 振作了 不可以再這樣 我自己到今天 都會維持著 最少有8個小時的睡眠 這件事我是不會減的 我是那些如果睡不夠 我的心情會很差 變得很grumpy 一睡夠 我所有事情都覺得 沒什麼難度我的人 所以 對 我開始覺得自己說的 會不會太滲透 希望這段影片大家可以放鬆 不要太嚴重 去看 如果大家真的有聽完整段影片 而 都買我說的話 可以留言 和我分享 或者你們再跟我分享 如何舒壓 如何 reset recharge 的一些方法 如果你們都想買 這個後的護膚品系 可以在下面info box 問一些資料 好了 我都要準備洗澡睡覺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是嗎 是嗎